作者 程九 后期 鬼步语 第29集 在这个女子的真结比性命还重要的年代 让四个丫鬟指着肚兜和泄库出门 和杀了他们没什么两样 纪云开当然不会这么做 他给了四个丫鬟一条活路 他并没有把他们身上的嫁衣脱下来 四个丫鬟分一件嫁衣确实是少了 可只要他们同心协力互相帮助 还是可以避免出丑的 然而这四个丫鬟让他失望了 能虐待孩童的人能有多善良 这四个丫鬟当年还小时 就能对幼年的纪云开出手 为了讨好纪夫人得到纪夫人的重视 不惜一再献出毒计 可见其本性就不是一个好的 骨子里就是一个自私的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顾别人的死活 四人刚被纪云开赶出院子 就开始私强谨剩的嫁衣 谁也不让谁 快把衣服给我 我比你们年纪的应该由我穿出去 我的 你们把衣服给我 夫人说要给我说亲了 我不能光着身子出去 衣服在我身上是我的 是我的 我爱了打的衣服当然归我 你们把衣服给我 我去找夫人为你们做主 不行 给了你我们都毁了 也不能给你 衣服由我穿着 我去找夫人 四个丫鬟平日里和和气气 就是有斗争 也是摆在私底下的 面上和气得很 可一遇到事 四人就撕破脸了 完全看不出平日的娇弱 一个强得比一个凶 四个丫鬟离得又不远 只隔着一道强院 纪云开不可能听不到 她听着打斗声越来越大 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座孽不可活 那身嫁衣本就是旧的 不知放了多少年头 哪里经得起四人拉扯 果然 纪云开的话刚落下 就听到撕拉一声 嫁衣破了 破了破了 嫁衣破了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呀 四个丫鬟再也顾不得争吵 一人捧着一条碎步发沙 眼泪一颗接一颗地掉 这是按金王妃品格缝制的嫁衣 就算是旧的 也不是他们能动的 怎么办 怎么办 四个丫鬟傻坐在地上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眼泪越掉越凶 明天就是大婚的日子 夫人特意拖到今天 拿一件旧嫁衣给纪云开 本是想打纪云开的脸 可现在 他们坏了夫人的好事 此刻 四个丫鬟已顾不得衣不蔽体 丢不丢脸 一人抱着一块布 挡住身子重要的位置 然后没命地往前院跑 春风姐姐 你快看你快看 我是不是眼花了 哎哟 好白的大腿啊 好白的胸啊 这不是夫人身边的丫鬟吗 怎么穿得这么少啊 你看啊 小林姐姐的胸都露出来了 好大呀 四个丫鬟毕竟是女子 跑得再快也有限 一路上遇到不少下人 那些人当面不敢说什么 等他们走了 便忍不住嘀咕两句 小和姐姐他们好奇怪 为什么不找人借一件外衣呢 难道他们喜欢穿这么少乱跑 不过 还真的怪好看的 下人们见四个丫鬟 光着大半身子跑到前院 顿时面露不解 窃窃私语 四个丫鬟则是一路跑一路哭 他们知道这次脸面丢干净了 可是他们也没办法呀 喜福坏了 他们必须立刻找继夫人 不然耽误了明天的婚事 他们四人就不是丢脸那么简单了 夫人 夫人你要来我们做主啊 夫人 夫人 四个丫鬟自觉受了天大的委屈 一到季夫人的院子就大喊大叫 没命地往里冲 小和姐姐你们别 小丫鬟听到动静 忙出来拦人 可惜一个没有拦住 就让四个丫鬟给跑了进去 小和姐姐 拦拦 小丫鬟跟在后面大喊大叫 紧接着听到屋内传来祭帝师气急败坏的声音 光天化日 你们 你们 祭帝师是文人 哪里见得这等事 但他不屑于女人多言 也骂不出难听的话来 最后只能一甩一袖 对季夫人道 夫人 后院的事交给你处理 我不希望再有这样的事发生 说完 完全不听四个丫鬟的解释 转身就走 而四个丫鬟冲进来后 看到祭帝师在 当场就傻了 一个个愣在原地 别说解释了 连遮身子都忘了 等到祭帝师走后 祭夫人命人 一人赏了一个巴掌 四个丫鬟这才反应过来 跪在地上不停地认错 奴婢错了 还请夫人责罚 罚 我从来不责罚下面的人 祭夫人一脸温柔 面上不见一丝火气 说吧 你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祭帝师没有看到 他可是看到了 这四个丫鬟身上披的红布 可是他让人给 祭云开准备的嫁衣 要不是这样 他也不会让老爷离开 四个丫鬟听到不乏 并没有放下心来 外人不知 但他们这些 贴身服饰的人很清楚 他们家夫人 确实从不曾处罚过他们 却会令他们生不如死 他们家夫人 就是人们常说的 面词兴恶 偏偏他从不做恶人 自有下面的人去做 比如他们 四个丫鬟虽然害怕 还是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清了 当然他们决意告状 只会说祭云开的坏话 这么说来 云开不是不满嫁衣 而是不满被人叫了十几年的称呼 这话祭夫人显然不信 祭云开要是不满 早就不满了 夫人 奴婢绝不敢撒谎 云开小姐确实不满这个称呼 您看我们身上 都是带他打的 四个丫鬟一脸鼻涕 一脸泪水地哭诉 夫人 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呀 云开小姐明知奴婢是您的人 还如此责辱奴婢 不是摆明了不把您放在眼里吗 四个丫鬟见祭夫人不为所动 哭得越来越厉害 夫人 云开小姐说 她明天就要出嫁了 现在根本就不用把您放在心里 您奈何不了她 积云开确实说过这话 但原话并不是这样的 四个丫鬟这般说 不过是想挑起祭夫人的怒火 果然 祭夫人面上不显 人却是站了起来 走 多叫些人 咱们去问问云开 对我这个母亲有哪里不满 喜福坏了 总要找个人背黑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